綠營工業區 目前我們整個環保局這邊 跟縣政府建設處合作 推動綠燃工業區的部分 那整個工業區 現在已經台灣的262座 這些鍋爐就是之前是燃油鍋爐或者是燃煤鍋爐 那我們現在已經規劃建設整個AI的系統 那整個六星工業區它所有的一個 元件的一個系統的心情 我們透過所謂的AI的一個分析 那我們會找出來說它的一個 哪幾個點 它的一個洩漏的一些情況會比較嚴重 那我們就是後續搭配我們人員機場 來做一個高發處分的部分 這兩三年來我們雲林縣空氣品質 進化的一個成果 讓大家能夠知道 從我們上任到現在 也就是我們PM2.5 整個濃度改善的這個比例 已經比106年低了34% 甚至我們的空氣不良日 也比106年低了16% 甚至我們的陽城試劑日 陽城試劑日針對佐水溪的陽城 以前一年59天 現在一年只剩下9天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的這些努力 包括水覆蓋 濾覆蓋 這樣的一個比例能夠提升 甚至我們的高灘的摟落地 也減少了573公頃 所以我想再再顯示 我們針對空氣品質進化 做了很多很多的這些推動方案 甚至我們今年度獲得中央 在空氣品質提升進化當中 我們屬於特優的縣市 我們希望我們所有鄉親 能夠吸到一口乾淨的這個空氣 這是我們鄉親的權利 那我們應該盡到這樣的義務 跟一定要盡到這樣的責任 來守護鄉親的健康 是我們大家共同要來推動各種政策 來改善我們所有的空氣品質 我想我們會朝這個目標 朝這個方向繼續的努力 賣寮六青擁有三千多個除草 那當然這也會造成 我們本身公安的一個安全的疑慮 所以我在這裡也特別呼籲 要我們的賣店燃煤轉燃氣的情況下 我們原則上支持 也就是在公安無雨的情況下 在整個環境進行評估的情況下 那這些都沒有疑慮 可以保障我們鄉親生命財產的安全情況下 我們能夠改善所有空氣品質 這是我們的方向跟目標 其實縣長在上任之後 那馬上拋出就是六青 要減少30%的一個污染量 那這30%的污染量就是從賣店過來的 那其實我們看一下 整個中央的能源政策跟能源配比來說 2024年跟2025年賣掉電廠是廚藝 那在廚藝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除了減少這個污染的排放之外 那另外它也會減少CO2的排放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整個中央的能源政策 它要確實 那到底賣掉電廠是要從煤 轉成天然氣 或者是直接除疫 我想這部分中央要跟我們說清楚 那第二個是 隨著最近 我們所謂的氣候變遷的議題 逐漸受重視 那包含說歐盟地區 徵收所謂的碳關稅的部分 那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台塑這邊 可以針對碳中和的部分 來做一個評估 來做一個考量 來做一個評估 來做一個評估